这个讯息是非常重要 我简单说一说 我自己本身小时候是不信耶稣的 我不知道有神 我觉得基督教或者任何宗教只是哄人 所以在我的心里觉得 孙孺、小朋友那些就会信 但是当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候 他是不需要信的 但是后来我自己会想到一个问题 我读书为了什么呢? 在这个预科的时候 那我的结论就是读书就是将来赚钱 结婚,有子女,有家庭 接着我就问自己那接着怎样呢? 那我就说会老,会生病,有一天会死 那我就问自己那人生为了什么呢? 当时我就觉得人生只有几十年 那只是现在享受而已 但是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说真的有神 我其实开始在物理学的书里面 里面又说到这个世界很有设计 我就说是不是真的有神呢? 我的心就非常好奇 因为如果有神呢? 人生就不只是几十年了 有神也都是今世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 我就很想知道 那么神就用各样的方法给我知道 去研究 发觉呢? 圣经有很多的预言的证据 证明他真是真神 也都呢? 人是可以经历到神的工作 还有曾经有很多人呢? 死过短暂死过上到天堂 又去到地狱 然后呢? 神给他回来呢? 说回真的有天堂有地狱 我也都亲自摄露过 有一个人呢? 他上天堂呢? 常常都祈祷就上天堂 他见到一些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呢? 那些基督徒说给他听一些事情呢? 他回来说给他家人听 他家人说你一定是见过他了 因为呢? 你说得出他一些秘密 那我其实各方面呢? 我都知道真是有位真神 我不是说 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信耶稣的 我是真是呢? 肯定 真是有神 真是有天堂 真是有地狱 那如果真是我们得着这个救恩呢? 清楚重生得救 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是可以得救 但是重生是什么意思呢? 是真心悔改信耶稣 这个人就会改变了 整个人有新的生命 也都是每日更新 这些人是一定可以得救的 一定可以进入天堂的 而有些人呢 他们曾经回过教堂很多 耶稣说 在末后日子有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彼此恨户 还有有离道反教的事 就是说有很多人 他本来说信后来离开神的 都有的 那我希望你要在座每一个 如果你未曾很肯定知道神是真的 我很乐意你找我的 你找我 我可以帮助你 是很乐意去帮助你 清楚知道真是有这位真神 我自己研究过很多次 我说是不是被人骗了呢? 我自己会反思 我是不是被人骗了? 其实没有神的 不过你被人骗了呢? 我反思那些预言的清楚的程度 在耶稣未来之前一千年 那时候都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但是圣经一早已经说明 将来耶稣会钉十字架 并且说明他钉十字架之后 耶路撒冷他们的首都会被毁灭 以及一直打仗到底 现在的中东战争都是圣经所预言的 圣经有很多清楚的预言 给我们知道是真的有位真神 而我自己祈祷是时时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也都为很多人祈祷 他们经历到安慰、医治、释放 各样的经历 有些很感动 一个大男人会哭 感动的哭 是真的耶稣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个心 就是说 我很想和这个真神有生命的关系 他真的会帮你 耶稣真的会带领我们 我讲一个小小的真实的故事 我以前有一个同工 我和他一起去宣教 在宣教的地方我们要转飞机 在转飞机的时候 他们就叫我去大堂 然后他就说 一会儿宣布去飞机场的车 你就出去 那我们坐在那儿等 就是等那个车去飞机场 然后我们听到去飞机场的车已经来了 那我们就出去 有一班人出去 上一个大巴士 我们就放下那些行李 跟着那些人走 入个巴士 入到巴士的中间 我这个同工很多时候都听到耶稣的声音 他说这个车不是去飞机场 我才很惊讶 他怎么知道呢 他说我听到耶稣跟我说 于是我们立即问那些人 我说这个车是否去飞机场 他说不是 过几架才是 因为同时叫了两架车 那我们就 因为他叫去一个地方 和去飞机场 你出来吧 我们就听到飞机场 跟着那些人上了车 但是我的同工 他是听到神的声音 他即时就说 这架车不是 耶稣告诉我 这架车不是去飞机场的 那我们后来就转去第二架车 这是一个小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很真实 在我一生中经历很多真实的工作 是非常之确实的 那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去了解 去了解认识这位真神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那些内容 第一点 就是有些人在教堂 可以没有重生得救 那什么叫重生呢 因为信耶稣 不只是一种信念来的 耶稣是真神 他是很真的 我每一次祈祷 即时会感受到神的能力和爱 是即时来到我身上 我亦都为很多人祈祷 他即时经历到神是真是活着 那当我初期认识耶稣的时候 那时候我都未能回教堂 我只是回过一个报道会 和有一些咸秀科证 然后我就发觉一件事很特别 我犯罪 以前譬如说谎 得罪人 想一些不好的事 是没有什么大感觉的 但那时候忽然间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问一个信耶稣的同学 我问为什么我现在会这样 他说这个就是神在你的里面 圣灵在你里面 将你更生了 即是一个人更生了 他里面会不同了 里面完全有一个新的生命 那这个叫重生 其实真正得救的人 他就会重生的 即是真信耶稣的人 重生什么意思呢 即是好似 在妈妈的肚子就生第一次 又在神的灵里面 将你再生一次 凡是得救的人上了天堂 一定要重生 那什么人可以重生呢 就是真心之罪 真心求耶稣赦免他 信靠耶稣做教主 他就可以重生 但是有些人他回到教堂 他并没有真心相信 他只是不断以 你说信耶稣我就信 不断以信耶稣 不断以认罪 他是没有重生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明白这个真理 就是什么叫重生得救 好了 真的有教堂 有些人是睡觉基督徒 和软弱基督徒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重生和更生呢 有些真的没有的 有些只是一种秦例而已 有些人说信耶稣没有重生 那为什么信耶稣没有重生呢 大家看在上面 他只是想得到某些帮助 就是他来到有人认识他 有些说学校 学校我回来吧 他没有真心悔改 没有真心信靠耶稣做救主 亚国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即是说身体 一样是个身体 当他死了之后 他没有灵魂 他是活着的 不是活着的 他同样的身体 一分钟之前他还是有生命 一分钟之后他没有生命 这个是没有生命的身体 同样说信耶稣 但是没有行为的时候 他也是死的 他信心是死的 他不是得救的 好了 那这些人会有什么表现 即是普通人没有重生 会怎样呢 他讲大话 伤害人 淫念 他不觉得有罪 或者觉得每人都是这样的 没所谓 接着他会疏远神 没有祈祷 没有去想想圣经的说话 没有亲近神 然后生命没有更生 没有改变 也没有遵从圣经的吩咐 即是说多一个人说信耶稣 但是他犯罪不觉得有什么 他不会拔着耶稣 就证明他的生命是未曾重生 那你不用怕就死了 那我怎样呢 我怎样可以重生 你只要真心说 我真是得罪人 我得罪神 我做过错事 求耶稣赦免 你信靠耶稣呢 你会发觉一种新的力量 来到你身上的 好了 圣经说到我们未信耶稣 是死在过犯中 那什么意思呢 是说到灵魂 我们的灵呢 当我们悔改信耶稣 我们的灵就复活了 就活过来 但当我们未曾信耶稣的时候 灵是死的 灵作用是什么呢 一同神相交 这个人呢 是有言语行为 他懂得吃东西 懂得反应 但是他的灵和神是死了的 圣经说 未信耶稣是死在过犯之中的 以课所书二章五节一起读一下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因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即是说到 我们是未信耶稣的时候 是死在过犯中 在罪恶里面 不觉得重要的 即是有些人他会 骂人 骂完人没有感觉的 他说谈话 他欺骗 我希望当中 我们没有人被人骗 有些电话 网上 真的很多人骗过 我听过那些人 是因为有人说 你记了个包裹有问题 你犯了法 你犯了法 你要赔多少钱 你要什么方法 然后他赔了钱之后 发觉这是假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真的 层出不穷 但他们没有感觉 他们骗到钱 越骗到钱就越开心 他们死在过犯中 或者很多人和家人吵架 伤害人 他完全没有感觉 他死在过犯中 但当我们真信耶稣 我们就会和他一起 大家看这红色字 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一起和他一起 真是 现在这个讲道是过去式的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一个熟天的生命 下面的图 大家看到 心里面各样的罪 然后这个人 代表死了 死在过犯中 然后当你信靠耶稣做救主 真心的信靠 你就和耶稣一起复活 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是很奇妙的 好了 有很多人说 信耶稣 他可以失去了 和神的关系 失去了 对耶稣的爱心 他也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启示录二章四节 我们一起读 然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同那女罪落的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女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落去 在这里说到 有些人曾经信耶稣 不过他离弃了这个爱心 起初的爱心 爱耶稣的心 爱人的心 他失去了 耶稣警告 叫他悔改 下面那里 第四行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落去 这个灯台在启示录那里 是讲到一个教会 你们不悔 整个教会会没有了 那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呢 还有呢 主警告失去爱心的人 希望我们真的会爱慕神 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基督徒不愿意被更新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信耶稣 但是不肯改变 就是信耶稣一样差不多的 很多时候是固执 就是说 你讲的未必对的 圣经讲的未必对的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几十年都是这样的 我整天都是这样 说谎什么问题呢 固执或者骄傲自大 或者浪费他生命 对耶稣没有心 或者有些人说 我紧紧得救就可以了 我总之信耶稣得救就可以了 或者我已经救好了 这些就是不同的原因 那没有灵命 就是说没有重生 没有被耶稣重生有什么后果呢 他就容易有罪了 对耶稣没有心 对耶稣没有兴趣 我自己呢 整天我都对耶稣很有兴趣 我一想到耶稣就欢喜 我整天都会想耶稣 我整天都会赞美他 感谢他 我见到那些花草树木 我觉得很漂亮 我会想到耶稣 我想到我的身体 我感谢神 圣灵在我心中的工作 我很感谢神 圣灵提醒我一些东西 我感谢神 我为了神给我一切 包括我太太 我很感谢神 很欢喜神 就是神做一切 在我生命中 我真的数出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 自从我信耶稣之后 不断的神将好东西赐给我 那我就整天都会想到神 喜欢神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觉得 哎呀 这些是回教堂 坐下站下听下 没有心机的 但我希望大家 你看到那些那么漂亮的东西 那么好吃的食物 为什么会那么漂亮呢 我用一个简单的事实 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我以前是读科学的 那么很多人就说进化论 但我后来研究发觉 其实 化石记录和各样记录 是支持有神 不是支持进化的 我一个简单的 两样简单的要点 一点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进化 所有的暴雨类动物 就是有吃奶的动物 他们都是说由老鼠变的 但是由老鼠变到猿猴 他们就是猿猴变到人 老鼠变到猿猴 中间是完全没有化石的 完全没有中间形的化石 老鼠怎么变猿猴呢 你想想 老鼠脚是向后屈的 猩猴的脚 是好像我们这样 是会跪的 但是他们找化石 是完全找不到 很多的生物 鲸鱼 在哪里变呢 老鼠变 老鼠怎么变鲸鱼呢 它找不到化石 其实化石并不支持进化论 很多人以为是 其实是不支持 第二点 我说一说 人和暴雨类动物都有奶 奶就是最对的 我听到一个奇妙的事情 有一个人有孙生儿子 很奇怪 一个就被人奶餵 一个就饮奶粉 但是两个完全不同 饮人奶的是健康肥大的 那个饮奶粉的是瘦的 软弱的 当我听到这个人 他说他将来大肯定会埋怨 为什么你不分开胃 为什么那个饮了人奶 这个饮了奶粉呢 总之他是这样做 我们发觉 人奶是最合人喝的 牛奶不是最合人喝 牛奶是合牛饮的 那么进化论就说 变出来的 就是你偶然间会变出来 但是你想想 你变可以变口水鼻涕 对孩子没有益处的 而它变出来的食物 有了所有需要的蛋白质 抗物质 这个炭水化合物 维他命 各样的东西 全部有了 还有有抗生素 是完全对 那个宝宝需要的 那么 妈妈怎么才变出来呢 为什么会变出来 这个东西变出来 就是对的呢 当你想想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到这些 我有空去想想这些 我就觉得神很奇妙 我就很感激神 好了 没有灵命的人 没有同神 耶稣关系也会低沉 注目一世界 浪费生命 最惨最后是真的落地狱 地狱是真的 有些人去过地狱 耶稣被他回头 他告诉别人 那里真的好惨 那种痛苦 比现在痛苦 亿万倍 那些人说 觉得不开心 那里还不开心 亿万倍 那里痛亿万倍 那里痛亿万倍 那里热亿万倍 是很难受 但是又不能死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地狱 你一定要依靠耶稣 那有些人说 你们骗人而已 骗人而已 骗人而已 不要叫人去地狱 但是呢 是真的有很多证据的 那如果你有心想知道 你找我呢 我一定帮你的 因为我研究过很多的 好了 那接着下一点重要的就是 如何清楚重生得救 如何清清楚楚 我希望大家这里 个个都能够清清楚楚 知道自己得救 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说到重生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部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无福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耶稣和尼哥底部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的心里面很好奇 但因为当时的人很多抗拒耶稣 所以他晚上走来 秘密地找耶稣 他就说 如果不是从神来 没有人能够行这些神迹 但耶稣不回答他这件事 耶稣就告诉他 我实实在在告诉他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一定是里面生命更生 尼哥底部就说 我老了 如何再生一次呢 耶稣就告诉他 这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 水在圣经里面就是洗礼 但是洗礼 有些人可能捍为一个仪式 而是你真是信耶稣 想耶稣洗去你的罪 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得救的 洗礼如果没有心 是不可以得救的 但是你真心说 耶稣我真的有罪 我求你洗去我罪 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你领受洗礼 这个就是神的功用 神能够拯救重生人 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 一定是圣灵神的灵进去里面 神是活着的 是很真实 祂会进去我们里面 如果不是这样更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下面的字那里写了 神有封诚的生命 因为神 你看到万物都这么漂亮 就是神很封诚的 还有呢 BB仔出生很开心 就是神很封诚的 那圣灵能够将平安喜乐 赐给人 圣灵能够叫人重生 祂是很漂亮的 祂可以将你改变 只要你真心悔改信耶稣 你里面就有一种 不一样的喜乐和平安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 圣灵叫我们更生 好了 接着这个经文 三章第六节 有恨呼音 继续读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除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耶稣就说了 从肉身生的 你从你妈妈生 你就是肉身 但是你从神的灵生 你就有灵的生命了 你有这个新的神的 叫你活过来的灵 那我就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他说 风除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又不知道在哪里来 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也是如初 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被重生 不知道哪里来哪里去 总之他相信耶稣 他里面就开始有一种平安喜乐 有一种激励他 让他去悔改信靠耶稣 在他里面有一种动力 都不知道在哪里来的 就是圣灵那里来的 如果大家 已经是重生得救 你会发觉你信耶稣之后 他里面有一种 不断的继续的动力 提醒我们 但这种动力可以失去 有些人信耶稣初期有 很兴奋很开心 但后来因为世上的事 忙碌烦恼 忘记了耶稣的时候 他慢慢会失去 这样的时候就有危险了 我希望大家没有失去 神的圣灵 在你将里面的生命重生过来 好了下面那里 圣灵能够生出属灵的人 即是说 当你信耶稣 你真心改变 信耶稣不是投脑信的 是真的说 耶稣是我救主的祝识耶稣 我依靠耶稣 你就会经历很特别的经历 大家如果在网上去找 很多不同的见证 很特别的 甚至有些异教徒 他们异教徒有些会 你信耶稣会被杀 但那些人 他们就好奇 到底谁是真神 他们就问 向神祷告 他说神啊你是谁 接着他们就 在梦中或者在异象中 见到耶稣 我亦都在香港 涉录了一个人的见证 他是怎样呢 他是直接在屋里 直接就见到耶稣出现 他就离开了他的异教 真是信靠耶稣 在里面不知怎样 神就将他改变了 圣灵能够生出属灵的人 改变 圣灵的功能有果效的 他真的会改变你的 你越听话越大改变 你越平安越喜乐 整个人得祝福的 这样我们就需要留意和珍惜 圣灵的工作了 他真的很奇妙 当你开始信耶稣 你发觉里面改变 就算金堂聚会 当你听的时候 你说耶稣啊 你是真神的 求你让我知道 有很多人敢祈祷 耶稣你是不是真的呢 求你让我知道 求你带领我 有些人就是这样祈祷 他就开始改变 在你的心里 耶稣求你赦免我 我得罪过人 我伤害过人 我贪心自私 偷过钱 做过很多不好的事 求你赦免我 我骂人 得罪人 我又没有信靠真神 求你赦免我 就算在金堂聚会 当你开始这样做 你会开始觉得 有一种动力在你的里面 提你去亲近神 你会觉得 有一种轻散的感觉 觉得神真的很好 我希望大家看到 原来我们都可以被神的灵重生 这样的人就是得救了 好了 我们怎样重生呢 第一就是痛悔 我一起读那个经文 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就是说 神啊 我向你犯罪 我有得罪人 因为人是神创造的 神是很爱每一个人 当我们伤害人的时候 你骂他 你说他蠢 正应是什么呢 你说人是蠢才 你难免地獄的火 哇 这怎么这么严重 因为 你就是贬低这个人 你伤害这个人 这个人是神所创造的 虽然他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但是当我们伤害他的时候 神是不起悦的 是可以难免地獄的火 所以我们 为了我们曾经如何 骂人 伤害人 我们教导人是应该的 譬如教导子女是应该的 不过有些人 教导子女的时候 有些人是发泄他的怒气 就是他不开心 他就找个儿子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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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他把他的怒气发泄出来 或者说一些说话 生构叉烧好过生理 这些说话 令到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这些都是罪来的 就是觉得人没用 或者跟配偶说 看你的样子 看你的人 这么没用 你看人家的老公多好 你这样的 的时候 踩下他 他有问题 我们可以引导他 就不是踩下他 所以第一 我们就痛悔了 第二 而圣经说 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一定射灭我们的罪 神按照他 应许射灭我们的罪 一看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淨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可靠 是公义的 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洗淨一切的不义 然后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神所要的罪 就是忧伤的灵 神是忧伤痛苦的心 你必不轻悍 有个人真的忧伤为罪 神一定不会轻悍 下面那些字我写到了 神必按照他应许做事 神答应了你悔改 信耶稣他一定射灭你 然后就好像 电灯必定跟从灯制而发光 你开灯的时候 他会不会说 我今天没有心情我不开灯呢 他不会的 他一定开的 同样 当我们真心悔改 真心 有些人不断口喉喉 未必有真心 真心 我真的有罪 求耶稣赦免 耶稣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一定会拯救你的 好了 这要简单说 如何重生得救呢 就是深信罪的破坏性 罪一定有破坏性 是叫人沉沦 还有罪叫家庭破裂 叫社会破裂 叫很多人做很多不好的事 那我们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耶稣呢 祂是神的儿子 来到世界上 祂也是神 祂为我们承担罪的懲罚 本来我们要受罚的 本来我们要落地獄 但是耶稣为我们受死 那我们信靠祂 你代替我死 好似什么呢 你去喝茶 刚刚见到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说 哎 那么好啊 见到你 我请你喝茶 那你就给你了钱 那你出门口 出门口的时候 还需要你再给钱呢 他给了钱 那你不用再给了 你再给的人 有人给了 你不用再给了 耶稣就是给我们给了钱 我们罪的懲罚 已经给了 当你真心信耶稣 是白白得着这个救恩的 你就可以得救了 好了 我们悔改信耶稣得救 那我们跟着就是每日更生 就是 圣经讲到 我们信耶稣 不是只是信了就算的 是以后都更生 那有什么动力去更生呢 那四样的动力很简单 第一 神好爱我 神爱我们每一个 那不如你自己和自己 把手放在心口 神好爱我 你告诉自己 耶稣好爱我 你还放在心口上 就是说 神现在在爱我 耶稣在爱我 真是很爱每一个 第二 珍惜自己 我们个个都很宝贵 不要浪败一条命 你的命很宝贵 将来你去到天堂 那些人去过天堂 他说真的充满爱 充满平安 充满力量 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呢 下一点就是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犯罪一定被魔鬼留地步 继续犯罪的后果是很严重 然后听神说 一定蒙福 四点很简单的 神好爱我们 我们好宝贵 犯罪一定有不好的后果 而我们信靠耶稣遵从神 必定蒙福 那这个就是个动力了 好了 而重生呢 会带来奇妙的改变 更新改变 重生不仅是一种外表的行为 是里面的 人会怎样呢 他会喜乐 会开心的 他会抗拒罪 他会喜欢神 他会认错 他会以善性恶 他的生命会在里面有一种质素改变 但是当然这个人是继续听神的话 他才会有这种改变 他有亲近神才会有这种改变 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 而信靠亲近遵从 和侍奉神的人 一定蒙福的 当我们听神的话 一定蒙福 有什么福气呢 你会享受神 享受生命 现在这个世代 真的很多人觉得很难享受生命 觉得很难 但是神可以叫你的生命 是能享受的 还有呢 给我们有喜乐 和重生得力 你会有动力 其实我已经69岁 但是我还有无限的动力 我还有很多书要写 我已经一直在做 不断在做 天天都做 我除了跟太太拍拖的时间 运动的时间 祈祷的时间 我都是不断写的 我从早到晚不断写的 没有人叫我做的 是我自己很想去做 神给我这个动力 神给我很多好的教导 然后呢 他也会有好的人际关系 你会有好的朋友 在我周围 我去的地方 我全世界不同 去的地方 我都有好的朋友 那些人都很欣赏我 很喜欢跟我一起的 然后神会公认你 还有美好的前路 其实当你信耶稣 听耶稣说 你整个生命是不再一样的 那我们信耶稣就好像怎么样呢 那种子 会在发牙 那又怎么样呢 他会知罪了 他会继续信靠耶稣了 他会有喜乐平安 他会悔改离罪 那这个就是初得救的表现 得救之后 他会知道自己有罪 他会继续信靠耶稣 他里面有生出平安喜乐 和他会悔改离罪 但是有些人呢 就怎么样呢 去了教堂 被人影响了 你看那些基督徒都说大话 你看那些基督徒都赌钱 被人影响了 或者活在罪中 只是看着自己忽略神呢 就好像这个种子生了出来 跟着踩了它 是会死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会死的 我为什么会 今次我特别选这个主题 因为我上一次问的时候 有几个清楚得救啊 我发觉 不是很多人举手啊 我不知道是谦虚啊 还是什么 我希望个个都肯定 我们自己上到天堂 是肯定的 我知道我一定去到天堂 我知道我跟神有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了 而我们呢 得救之后重生呢 是一个穿上一个新人 一个新的形象 新的改变 那有什么改变呢 这里讲到有六类的改变 不要觉得很难啊 是你真信耶稣会有这些改变的 那开始两样呢 就跟救恩有关的 第二个呢 就跟神的关系 第三个呢 就跟行为有关 真得救的人 真正得救的人 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 他会继续悔改 离开罪 他会继续 扔着耶稣 信靠耶稣 这个跟救恩有关 因为信耶稣 就是悔改信耶稣 跟着 跟神有关呢 同神的关系呢 就是他会亲近神 去看圣经去祈祷 会爱神 有些人一想到 看圣经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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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祢 这三个果字呢 就是会行为 会遵从神 和是侍奉神 遵从就是神 吩咐我们 爱神 爱人 去全阳福音 去遵从 侍奉神 有很多人就以为 哇 这样就很难了 我又不是做牧师 怎样侍奉呢 其实任何地方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是 荣耀神 告诉人们 神多好 去感谢神 去帮助人 为了耶稣的缘故 帮助人 这些都是侍奉 无论你做在什么人身上 一个小朋友 你说耶稣很好 耶稣很爱你的 我们祈祷感谢耶稣 你都是侍奉神 你在家里面 你告诉家人 耶稣多好 都是侍奉神 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有真正信耶稣的人 他里面就自然 会流露出这些果子 这里我简单说出这六样 第一个离开罪 这些经文我不详细读了 讲到各样的罪 我看红色的字 奸淫 仇恨 增敬 忌恨 老怒 结党 纷争 贼道 醉酒 芳宴 然后我告诉你 底下红色的字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就是说继续在罪中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一定要悔改 耶稣说我有恋人 我有贼道人 我有同人纷争 我有结党 我有醉酒 求耶稣赦免我的罪 那你就可以得救 就是说信耶稣不是继续在罪中 当你真正悔改 神一定与立你 第二就是继续信靠 有人福音一章十二节 这里一起读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斥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 这要告诉我们 什么是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 就是好像你有个朋友来你的家 你不会说 不要进来 不让他进来 接待他 让他进来 那我们就让耶稣进来 他说你信耶稣 就是让耶稣进你的生命 做我们的救主和主人 这样呢 神就给我们权并 你就是神的子女 你就有神的印记在身上 神就会认得你的 你就是神所认识的人 就是会继续信耶稣 信耶稣不是起初信的 是不断倚靠耶稣 耶稣是我生命 我信靠他 我就得着永生 好了 接着第三就是 关系 首先我们讲到 第一就是继续悔改 就是真信耶稣 人会继续悔改 就是信耶稣 信靠耶稣 那这就跟耶稣的关系了 我们都读这个经文 《央行福音》十五章五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 雕在我面枯干 人拾起来 荣在火里 燎了 耶稣说的比喻 他好似葡萄 耶稣不是破树 耶稣不是破树 不好似 即是形容 我们好像树枝 整天在耶稣里面 整天亲近耶稣 思想神的话语 他就会多结果子 他里面就会有喜乐平安 又会有力量 因为离开耶稣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我们没有力量 你说我做了很多东西 但那些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 但当我们听耶稣说 圣经说什么呢 如果不是耶稣说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一生人 你做很多很多东西 最后是枉然的 全部都过去 一生人赚钱 最后自己退休 然后一直老 然后有一天离世 什么都过去 但是呢 我在耶稣里面所做的是永恒的 如果人不常在耶稣里面 他说信耶稣 不过没有亲近耶稣 没有祈祷的 他有什么后果呢 好像枝子 雕在外面 枯干人 拾起来 永恒火里施了 扔在火里面 就是扔在地狱里面 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越有力量 越不亲近神 越不去祈祷 他就没有力量 有些人我不懂祈祷 其实我教你几句 简单的 第一 感谢天父 有食物 有生命 感谢耶稣 为我钉十字架 感谢圣灵 在我心中感动我 多谢天父 第一 多谢 第二 认罪 求耶稣圣灭我们的罪 第三 去赞美神 去感谢神 还有呢 我愿意遵从神 几样了 第一个 感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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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好的东西 第二 就是悔改认罪 第三 就是感激神 去赞美神 去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归给天父 然后第四 就是将生命给耶稣 耶稣我愿意听你说 这么简单的 耶稣救我 赞美我 帮助我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真心的悔改 你就得救 如果不是 就是说信耶稣又没有祈祷 这样的时候 祂和神就会有疏离 然后最后可以进入地狱里面 然后接着是爱主 先说到跟神关系 爱主 圣经说什么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做可就 就是神这么多好东西 而人不肯爱的时候 他的生命有问题 譬如你爸爸妈妈对你这么好 你会不会爱他 会不会感谢他 你会感谢他的 你不会随意伤害他的 你会想到他的需要 你见到他的病 你会关心他的 这就是爱的表现 那我们天父这么好 我们就爱他 多谢天父 但是当一个人不肯爱主的时候 那人是可做可就 是不能够进入天堂的 那又遵从 这里我们不详细读 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那里说什么呢 不是个个主要主要的人 可以进入天堂 唯独遵从天父子的人 才能够进去 而到时有些人说 哎呀我做了很多事情 他表面做 我又回过教堂 我又奉献过金钱 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个改变 他里面没有遵从神 他里面继续在罪中 不懂得悔改 这样的时候 最后那两行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最后那两行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我的人 离开我去罢 这样呢 如果他没有遵从神的时候 他继续犯罪 继续不悔改 他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然后最后了 事奉 我们一起读一读 马太二五章四十一节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雪 你们这被咒座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遇给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喝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里你们不留我住 我刺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再监虑 你们不来看顾我 这个说到什么呢 这个比喻 耶稣说到有绵羊山羊 绵羊就是做在这个小子的身上 耶稣的小弟兄身上 那些山羊就是没有做在他们身上 他们饿了 你没有给他们吃 颈渴没有给他们喝 就是没有做一些好事在他们身上 没有去祝福他们 帮助他们 要进去哪里呢 在红色夹着 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这里讲到是奉 就是说我们得到耶稣这么好 我就告诉他们 他关心他 善待他 向他传福音为他祈祷 神就纪念 但有个人 他说信耶稣 一世人都不帮人的 一世人都不会带人信耶稣 不会说耶稣有什么好的 这样的时候 他就要进入 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所以真信耶稣的人 是会侍奉神 但侍奉是可以任何一方面 任何一方面 荣耀神都是侍奉的 我们怎样更新灵命呢 这里讲到六点下 第一就是真心悔改认罪 清理垃圾 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烦恼 激气 奴躁 怒人 怨恨 这些事情 求主赦免 改变这些 然后呢 渴慕神 喜欢神的话语 靠着耶稣 聖的魔鬼 被耶稣掌管 你的生命 就会被改变 神就提升你整个生命 还有我们可以肯定得救 我今次讲到 清楚得救 你要口里应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即是说 口和心一致 我心相信 我的口会承认 我真心相信 我口里承认 我是有行动的 就肯定得救 所以我希望这里 个个都肯定得救 我真心悔改 求耶稣赦免我 我真的愿意跟从他 我就真正得救 由马太二十四章十三节 唯有忍耐到底都必然得救 即是一路信到底 不仅是今天信 一路信到底 就必然得救 那下面六样果子 我刚刚说完 就是信耶稣悔改就得救 但是那果子是什么呢 跟救恩有关 他会继续悔改离罪 信靠耶稣 跟神的关系 他会亲近神 会爱神 行为上他会遵从神 去侍奉神 荣耀神 神就喜悦 是不是很难呢 其实你不要想着 我做齐那六样 不是这么想 你只想着 耶稣我需要你 你救我吧 你将永生赐给我 千万不要扔我到地獄 你救我吧 那你就已经是得救的 你得救 你就会有那些表现 那些表现是圣灵做的 只要你继续亲近神 那些表现就会来的 不是你自己要制造出来 是神将你改变 只要你也说 多谢耶稣 心里面感谢神 神是真的 求你救我 神就会拯救你到底 我想问问大家 有多少个想得救呢 有多少个想得救呢 可否举下 有多少个想 你想上天堂 你想将来去到天堂 举下有多少个想 你想的 OK 好 感谢主 第二 我今天说了 你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 我愿意跟从耶稣 你就可以去到天堂 你真心悔改 真心扔着耶稣 倚靠耶稣 我愿意听从你跟从你 的人 就可以肯定去到天堂 想和肯定两件事 我说个比喻 小朋友不是小朋友 你想去大学 想 你肯不肯定去到大学 不肯定 不知道 行不行 我们想去天堂一回事 肯定去天堂 就不同 入大学 入大学不是每个都能入到的 不过上天堂 只要你真心想 你愿意跟从耶稣 一定去得到 有些不同 入大学不是每个都能入到 但是天堂 你只要你真心想 你真心跟着耶稣一定可以 就是说我求主赦免 我信靠耶稣做救主 我认罪 我跟从耶稣 耶稣叫我做什么 我跟从他做 并不是很难做的 你越做越开心 当你今天说 我想耶稣救我 我愿意跟从耶稣 你有这个心智 我真的愿意跟从耶稣 我听耶稣说 你就是清楚得救 在这里面你发觉一种动力 你会知罪 你会悔改 你会想改过的 你想听耶稣说 你就已经是得救 你不是要做齐那六样 那六样是会自己慢慢来 我们可以帮助你的 我想问大家 有多少个 你是真心认罪 我真心想耶稣救我 我愿意跟从耶稣的 这就是得救的人 有多少个是得救的人 我感谢主 不过依然有些没有举手 我希望你会想回我所说的说话 你真心悔改信耶稣 你一定得救的 是神所爱你 神爱你 祝福你 现在我请大家起床 我们唱这首诗歌 奇异恩典 神有很多好的礼物给我们 就是这个救恩非常美好的 我们传着感恩的心 去唱这首歌 神奇异的救恩 奇异恩典 何等贪天 何罪已得泄面 请我塞索 赶紧这每海岸 甘大看见 愚痴人的善何敬慰 善何三道合胃 赶紧这时尽无忧愿 这时可得高贵 教主应许永远 爱我 是我感到盼望 昨生这时尽无忧愿 善何三道合胃 我一起闭上眼祈祷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如果不是耶稣救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到天堂 但耶稣愿意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补血 来赏免拯救我们 是很大的礼物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说 亲爱的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你 差遣耶稣 来到世界上 为我的罪 写在十字架上 我承认我一个罪人 我有生气过人 说过大话 伤害人 贪心 自私 污蔑的念头 没有信靠真神 求耶稣赦免我的罪 我真心悔改 我愿意信靠耶稣做救主 求你拯救我到底 我愿意跟从你 我愿意亲近你 多祈祷 感谢你 多赞美你 倚靠你 你一定祝福我们的生命 我愿意遵从你的吩咐 多谢耶稣 我们真心信靠耶稣 一定得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 我们真心靠耶稣赦免 我们一定得着帮助 如果你在灵命上需要帮助 你可以找我 或者留牧师 我们一定会尽力帮助 你 祝福大家 后主 加力量给我们 愿我们一生 跟从耶稣 永远到底 多谢天父 阿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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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